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撤稿事件持续延烧 大陆的隐心如李彬彬 陈坤等人在微波上声援 拥有超高人气的女星姚晨 引用俄罗斯作家索仁宜新的话表示 一句真话能够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不愿居民的大陆媒体人士指出 已接到指示 不要转发或是评论这次的南州事件 据传大陆宣传部门收紧舆论 批评部分新闻从业员政治觉悟低 或严厉处分转发和传播事件的有关人员 大陆的官方媒体6号报道 过去10天北京有两名女性 因为感染H1N1病毒死亡 这是自2010年以来 北京再度传出H1N1流感死亡病例 北京和中国大陆多数城市连续数周低温 造成流感病例增加 歌神张学友昨天由经纪人陈树芬 他们和中国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发出联合声明 表示将会退出2013年春晚的表演 原因是双方未能达成共识 因此非常遗憾地放弃这次上春晚的机会 新桃人亚特电视真理报道